台北市大運倒數計時 跆拳道比賽場地 桃園市立綜合體育館 將在六月一號起 舉行跆拳道測試賽 在前一天 桃園市長鄭文燦現身巡視 剛翻修完畢的場館 確保賽事順利舉行 我們總共有八個項目在桃園 那其中四政府必須要負責 小巨蛋 田徑場 那陸軍專科學校 以及市立游泳池四個場地 那市府負責的部分 全部都完工 那各大學 以及有高爾夫球場資源的部分 也已經完工 我剛剛踩上去的時候 就是覺得說 就是有些地方可能就是 有比較軟這樣子 因為它 它底下 其實應該是空心的 所以踩下去其實蠻有彈性 台群道是臺灣奪金 重點項目 備受關注 有桃園巨蛋別稱的體育館 也特別高規格整修 包括空調 防水 防火安全工程等 座椅更是大規模 太舊喚新 甚至還有全臺手座 從韓國銀記的電動伸縮活動 座椅 不論收貨放 只要花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就能完成 那臺北市政府是代辦費 是四千九百萬左右 那市政府編列了八千六百萬 那總共花了一億大概三千萬 快四千萬左右的預算 將來大型的演唱會 表演活動 或者是像SBL 超級籃球賽 都可以在小巨蛋舉行 商界SBL首度前進桃園選在中原大學 而桃園巨蛋因隱世大運煥然一新 未來出的SBL想必有機會爭取舉辦更多賽事 讓當地居民大飽眼福 未來體育行